这个往生者如果他有修行 一块骨头我们也当作舍利子拜 所以很多时候佛像不喜欢用瓷器的 很容易摔坏掉 但是如果你刚好这个姻缘随缘 想要做义工 请问必须吃素才能进来做吗 你没吃菜你快点赶紧你吃菜 所以呢这个道场本身也要有一点智慧 你千万不要提什么 我经常说你要来这边上班 三个月好好听佛法 听到你自动自发吃素 手舞剂这样就好 但是三个月叫试用期 你告诉你不喜欢就随缘就好了 但是三个月以后再正式再说吧 但是当然我们到场了 因为特别生命电视台 现在想要用各种的网络 各种的善巧方便去推广佛法 我们不能再太传统了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是对这个有兴趣而且有能力 希望能够大家参与参与 多交流 多来这边 特别我们希望多几个总经理 多几个经理 然后一属于工 只要有能力 佛教里面 就是要更多有能力的人承担 推动 所以我们有成立慈悲基金会 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现在最大的瓶颈是没有什么能力 只能做一点小小关怀 没办法办一些比较具体的影响力的活动 所以这点我希望大家 多多的开发你的能力 但基本上仅只能把能力都拿来赚钱 太浪费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 你硬要做也不好 卡住人家 卡住人家 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 别人比我们能力 我们跟他学 他来引导我们 这样才会进步 千万不要卡住别人 所以艺术要有这种的心态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慈悲置业 在罗东变成108个置业 这样有力了吗 宜蘭罗东也算很大 不然你也会让人不太補足 那就只要你愿意去帮忙 所以我想由一由二由四 大家尽力 所以我在这边宣布 只要有兴趣有能力 大家直接参与 参与 没有障碍 没有阻碍 除非是你自己的问题 也不准有障碍 所以因为别人比我们好 我们就要让他发挥 我们也努力 跟他学 这样佛教才会一直传下去 佛教是一个高品质的教育方法 所以这方面要有各种的善巧方便 更要有福报 但卡在那儿 所以各位要多观想自己的癌症 而且很痛苦的癌症 来修这个感受跟悲心 我认为对修行很有帮助 因为人到了一个阶段 他就不会想太多 不要试就好了 有的试是知道要试 不要疼就好了 对不对 无所求啦 但是为什么要疼 因为有一个瘟症 身体 身体是我的 有一个瘟 你就永远在疼 所以做这个菩萨一定要疼到底 你才能够做菩萨 因为做菩萨要不怕疼 才能够做菩萨 落地到丢得不正 大中心口 所以菩萨一定要弓掉 要有无悟的空性 这个空性不是不会疼 是身体在疼 心不会疼 你不才能够做菩萨 会修 让人抬 让人供肝 都能够对方 能杀能到能赢 所以你要经常观想 自己是在最痛苦的状态 也因为最痛苦的状态 我们会更精进 所以怕痛苦的人 没办法修菩萨道 怕痛苦的人 适合修解脱道 赶快正入阿罗汉 但是阿罗汉也不就近 阿罗汉是心平静的 但是肉体还在轮回 习性还在 所以阿罗汉佛陀都劝他 往生净土 因为你在这个世间也很无奈 叫你做事也不想做 因为阿罗汉 骄傲 又病毒 你什么也学不会 你要真正帮助众生 要发菩提心 要真正有悲心 发菩提心 承担很艰难的工作 也没有高没有低 扫便所谓扫金金就好了 没有高没有低 你如果病痰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叫千手千眼 你要行菩萨就要 什么手你都要去摸 什么事情你都要去插 要去倒什么感 而且还有地毁 对帮助众生里去开地毁 所以而不能懒惰 莫不关心 缺乏日程 这样都不行 所以还要积极创造 请问你坐在隔壁什么人 他说四倍观音 要收到这样 我们这边的人隔壁很痛 哎呀 你心里又乱了 所以不清静的本体都是清静 一切众生的本体都是佛性 你相信自己是佛 相信众生有什么都要成佛 这就是大生有什么的精髓 那叫做安住自信佛性 结果把人的观点 你耿耿于怀 哪想哪想去 那心里就乱了 你哪想去就会灭人 就瞪人排斥别人 你就伤害到你自己的功德了 所以佛叫我们不思慈戒 除了不思慈戒 还要忍入 还要接受对方 最后呢 对方是清静的般若智慧 无分别的 所以各位父侯这些 为什么佛菩萨 不舍弃众生 你苛败的 你要抬抬 你也是未来佛 佛不舍弃众生 凡夫呢 跟众生有对立 搞宗 搞派 搞对立 所以呢 佛教讲的是统一 完全合为一体 没有分别 尊重每一个相 不管你是好 败 人 众心 都可以成佛 因为他看到的是本体 但是本体不是外相的统一 是心的统一 内心的统一 不管你男朋友 你好你败 如果不败 你都可以成佛 你的本体是圆满的 所以我们看到四倍跟观音 很快乐 你念阿弥陀佛的人 要看到众生都跟阿弥陀佛 同样的 要去跟他 接近他 要塑造他为阿弥陀佛 所以你要修行 不是说你经典读得多 你是出家 你是在家 你满意 满意 你是像爱狗的人 看来看他败的狗 他也是要跟他摸 都不怕他咬 因为他认为那只狗 就是我那个爱的狗 所以同样的 念佛的人 要念他 感觉众生都是佛 那不妙 你现在 渣死的最狗 你没了解 你的本体 所以各位 现在人 等一个脚头 让你胖壳壳 说里面有酸酒 让你摸回去 我跟你说 里面有酸酒 我回去说一说 就有酸酒 因为你不会 舍弃对方 这真要紧 不舍弃对方 所以各位要用佛性做事 不要用习气 习性做事 我过去是奉队 我过去是警察 我过去是法官 动不动就要判人家罪 高高在上 不相信别人 所以这点 学佛以后 各位要利用众生 来改变自己 因为众生的种种的相 会让你起分别心 从分别心里面 找到一个不分别的本性 所以你不能说 好子我对得好 坏子我对得不好 比较漂亮的 对得好 演奏 那女生看了演奏 都很适合 都很好奇了 就爱她 其实你的对她好 你对大家都好 那些没演奏 我没爱 这个是心肝大小病的 你就很赔名了 所以我想各位呢 佛教药 爱且死法戒 一切唯心照 本体都是一样 所以只要你有起心动念的 你都可以成佛 那我们必须要保持你成佛 所以你对我不好 我用好对待你 你是黑暗 我用光明对待你 你是称恨 我用慈悲对待你 因为我们永远用佛的心态 不要去对待对方 随缘就好 不要 所以各位也说不要太主观 要去跟他灌 我们可以感化 但不是用一种权力 如果你今天很会修博物 要跟他灌 后来你做皇帝跟他抬 你就有那个心态跑出来 但是我们修了很多福报 我们就是要关心众生 所以做一个老闆的人 要做得很厉害 很疼他就策完 我要怎么让你做老闆 你现在是散歉人 我有办法跟你训练 变你后面做老闆给你做 让你一百的策完变一百金公司 所以各位要培养这种宽大为怀的心量 让对方在你头上 让别人赢过你 让别人找一点成佛 而不是踏到别人的头上走过去 现在的社会变成一种竞争 对立 抢 贪 所以造成就像 住身道的世界 咬来咬去 吃来吃去 变成阿修罗道的世界 打来打去 比来比去 所以这个必须从我们的心态 我们变四倍观音 众生也都变四倍观音 各个众生也都变观神菩萨 贵度的众生也都变观神菩萨 对你来说 你念欧玛丽边没有人 你看到的是慈悲的世界 你看到的是众生的本体 是最好的那一面 就像一个老婆 这个小孩又变成神菩 又变成败 她也很疼她 很疼她 为什么 老婆对她有感情 自己生下来 自己厉害 怎么也很疼她 所以呢 不去放弃众生 我们有分别 你怎么去切一切 好不容易 我没胸不去 我要带她做过 她老婆动作 那都是不劲的 所以我想对修菩提心的人 各位要对众生有热忱 就对不对 去看众生的贵心 众生的贵心 那是我们要慢慢感化 用爱感化 用流乱心 不是麦克风 咬起来点点 别说话 你跟他们咬 那你不适合拿麦克风 所以我想各位 念诵 做什么事情 就要有一个动机 要有一个悲心 要有一个主动参与的关怀 所以我们这个小孩 也怕这种默不关心 对立 自己找自己的好朋友 我自己当天都好 别人我都没在买 所以各位呢 不管你是什么样 只要你有情 有情要把这个情 扩大到无量无边 那就是足弊啊 不管你是什么人 只要你有情 但是不要执着在情上面 让自己那么脆弱 你要把这个这么强烈的情 去爱 你没有爱的人 去爱受苦的重心 你一生都没难过 那你如果像这个爱的 要去挂你一个人的身体 要去依赖他 要每天跟他道歉 要跟他讲话 要去念 你就很难过了 但是你不要一直执着在那个点 有些人这个点 执着过去还自杀 是不是 变成这样 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那鬼就要执着你了 你一脆弱 鬼就来了 冤亲在主就是 看你哪里脆弱 身体哪里脆弱 从那个一直说你 每天那边疼 那边疼 其实都是不说 那样 万亲这主的执着 不是同一个 但是他找你的弱点 感情脆弱 还找你的弱点 所以各位 修行有一点像玩火 你已经所谓佛教密称的双修 人家都以为是男人女人在修 这个双修是一个到的 最高的感情 却有最高的智慧 你一刹那就变成一种 要自杀的感情 但是那个时候 你如何在这个最高点 变成一种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力量 所以菩萨道很有意义 菩萨道是在最危险的 最五着二四的 在最苦的 去度众生 但是 你还记得 你准备好没有 如果你怕苦 那就没办法 如果你只想要表现自己 那也没办法 因为完全融入于对方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意志力 你不能叠下去而跑不出来 所以菩萨在度众生 就有一点故意在跟对方谈恋爱 这样有行吗不行 让你们大家欢喜到 跟海道法师讲话都睡不着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心情都好起来 问题是就是要让你 伐喜里面是 欢喜里面变成伐喜 而不是在这个 我每一句话都在讲乎 我都在自己担心 但是我有那个心态 接触众生的热忱一定要有 但是也要保护对方 所以但是各位 这个菩萨道 你要发挥到极致 然后呢又能够不执着 所以你要把感情用到最高 高到最高的感情加入空性 哇 而且你要每天去培养 所以像我现在每天都走来走去 就像今天一样 我会浑身结束 把我自己所体悟的 希望对方得到这样子的快乐 因为不见得有明天 对不对 但是我一定尽力 但是因为每一个北部 你只能有五分钟的刹那 跟他见面而已 再来又要轮回百千世 这个都会对 所以你要用一个圆满的爱 去关怀对方 而且去希望对方 能够看到那个最圆满的爱 悲心空性 那个时候就是最自在最快乐的爱 所以佛陀是展现爱的人 是永恒的爱 那这样才是我们佩服的 世间人有感情 但是佛陀是慈悲 就差在哪里 就差在这种智慧 但是千万不要不去爱 有的人就是说 我就变大去关心吧 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 我来睡了 那你不爱众生 你不关心众生 各位要像妈妈 不如同 我们去家 三餐吃完 还有烧鸭 吃饱饱 又旁来 又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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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这么爱你 关怀你 希望你好 希望你吃得快乐 是这样 这样子的关怀 然后又不执着 而且想着 要怎么会打造最圆满的 离苦得乐的状态 幸福的感觉 那才是真的爱对方 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好 但是各位来 用心回向 要记得 用心回向是对方这些人 你也认识 但是我也在认识 阿曼你白灭 要让他变冠生菩萨 要叠到冠生菩萨的价格 我要去念阿弥陀佛 你不能说他与我无关 在坏的人 不认识的人 对你好的人 那你都一样用这种慈悲的念头 不断的去对待他 也祈求诸婆加持他 把自己的功德供养布施给他 不舍弃一切 所以各位在那家 我希望各位 从家的大六条座 六道众生 同时还有上品 天都是如何人都阿修路 你要了解他的苦 这个叫水入空超度内坛 内坛就是六道众生像 诸佛菩萨二称圆觉像 死法界像都在那里 所以如何让所有的众生 都进入佛的法界 在那边修仪轨 所以仪轨你会不会都没关系 一念阿弥陀佛 一念悲心就可以 但是至少不离开 对六道的悲心 乃至也希望身闻言觉 都真实发菩提心 光菩萨还不够要走路成佛 生命才究竟圆满 你没有走路成佛 我是几地菩萨 还是会掉下去的 碰到世间的感情 碰到世间的障碍 最怕的是魔障 魔障 我认识很多所谓实地菩萨 还有魔障 不究竟 所以各位不能说 今天我是什么阶段 你什么阶段 一骄傲你就完了 除非你成佛 但成佛要干嘛 佛众心醒佛 那才有意义吧 所以我想 一定要让对方达到佛地 一定要劝发菩提心 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神 同生极乐果 保证他成佛 要非常的积极去帮助 这叫做北冠再解 北冠再解 北冠再解 大圣佛是说 我们今天少事少业 全部的精神 来帮助众生生佛 对边的人 对悠悠悠悠悠 对一些高侠 对天人 对阿罗汉 鼓励他们成佛 为了鼓励他们成佛 所以你必须要保持在佛的状态 我也这样批明 阿罗阿弥陀佛 那我想这个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 千万不要把生命的意义 情分在那个 欢喜不欢喜 他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不会爽 那不关的 你咬到天空也没关 当作你在念 不要小气巴拉的 要看得开 所以你只能尽力 所以坐在飞机场 前前后后 人人走过去的 哪有两秒钟 帮你盖个章的人 你要赶快 往后供养他 这个老母可以记两秒钟 眼睛给你看一看 你有生命 你都要赶快对他好 因为再见面就多久了 你今天不渡他 他这辈子照完二夜 没办法 他又堕落了 所以地球上光七十亿个人 能够跟你看两眼的有几个人 那不是你父母是什么 只要看着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所以 那你就相信了 所以我常常说到团圆说 你每一个都跟你有关系 你只要对他有一点印象 那只鸟看我一眼 那就是你脑部了 不过你儿子 没有一个不是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要把握姻缘 很尽力的 赶快广修功德 回向给对方 积极 所以我们一天而已 现在只够半天还不够 我们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功德 非常有因缘 好 那我们现在念一下回向 回向念一遍就好 等一下我们念点灯情愿文 大家就休息二十分钟 点完万灯好吗 然后再来消灾八度做完 来 愿以所修诸功德 西皆供养三宝尊 愿佛圣法普昌隆 功德回向诸众生 愿亲敬书恩仇等 勇离四苦三毒害 解脱生死轮回害 得正佛果不退转 请翻到点灯祈愿文 二十页 希望大家至少在家里 安安全全的地方点一盏灯 至少到天亮 每天把这个灯变成一个灯海 去上供下施 灯就代表佛的圆满的决性 愿灯聚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柱景臣虚迷山亡 愿灯有景臣汪洋 此灯之树亦展得现于每尊佛前 愿此光明消除三游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所有无明知黑暗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皆得显明清界 恩坂萨阿罗吉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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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马虎 昔有光明此灯竹 贡献贤贤千佛等 无语广大十方井 师尊空行护法重 谈成圣众尽奉献 父母为首有情重 此生以及各所生 皆能清见佛净土 愿与弥陀何为依 三宝三根重地利 无等如此所发愿 其尽加倍数得成 地雅达奔扎扎之雅阿佛菩萨奈耶索哈 地雅达奔扎之雅阿佛菩萨奈耶索哈 地雅达奔扎之雅阿佛菩萨奈耶索哈 好 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的功德 愿以此功德 大众发菩提心 受此八观在界功德 甘露诗实功德 慈悲焉共功德 佛前大供养功德 大放生功德 色拉茄格西弘法功德 安妮修度母超度法功德 格西修不动佛超度仪轨功德 平等心供养所有生且功德 听闻佛法 点灯焉共 各项功德 慈悲置业 生命电视台 各协会 各讲堂 所修功德 普皆随喜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希望各位一个人也要办法会 修行就是透过各种的事项众生 来训练自己的心态 来培养更多的资粮 所以你布施一块 有一块的福报 你不能说光观想 福慧双修 只是说我保持一口 但是我观想的是 共用百万千亿的 重心死法界众生 去观想 但是一块还是有一块的福报 一个灯跟两个灯 两个灯跟一个灯 功德福报又不一样了 只是我们用最圆满的心 来观想 所以各位 你就会每天就会充分的把握时间 去修行 那修行不能脱离众生 就是说 只要你有家庭 你就要用修行的心态 去对待你的公私家庭 如果是你走去外面 水里面有鱼 你不能舍弃众生 树林里面都有蚂蚁有鸟 无形众生 你就要一直对它修行 你开车要修行 希望大家开车都平安 既然好好要修行 希望小孩子平安中来下佛 所以你要用一颗 非常的悲心跟观心 把佛法回向给对方 也透过对方 让你修行佛法 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 真实的度众生 但是我们有一颗佛心 来度众生 以佛心来展现佛的力量 像刚才说念四倍观音 我们变四倍观音菩萨 刚才你来说了解 四倍观音菩萨 有什么样的功德 观心菩萨 是怎样说的 你如果了解 你在念第一种经 你念第一种经 功德很大 二十八种利益 你念到你就有信心 所以把这个所有的功德 就融入在这个名号跟咒语 去帮助众心 念尊圣佛母咒 一百多条的功德 对不对 种种的利益 那你都去了解 所以你了解 那你就要越认真的 把这个功德 那么去布施给众生 希望大家都得到 度母的加持 得到文殊菩萨的智慧 慈悲等等 那希望各位呢 把你的生活变成修行 而不是为了生活在生活 为了赚钱再努力 那叫浪费 所以每一天呢 套给世间的一切 都会达到一种慈悲跟智慧 都把生活当成菩提心的智良 生老病死都是菩提心的智良 所以这样你就没有浪费我们的生命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所以各位要抓住这样 每天都在八观灾界一样 吃饭是要度众生 所以吃个饭也在上供下施 度众生 跟您儿子讲乎乎 跟您儿子讲乎乎 煮得好吃 要面子笑 不然你讲话不听 离婚了 所以各位要说 我先生有外遇 我太太有外遇 你没修行啊 令人讨厌啊 一个修行人 不会这样子的 但是也不一定啊 三宝创造姻缘 让你好好地修啊 但是无论如何 什么境界 你都可以接受啊 但是把握机会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当作一种怨气 那不好了 那不好了 做生理做得失败 失败你觉得很难 那这个反而伤害你 生理失败 三宝加持 这样我才有法度 知道说 变化不胜 化作主婢来修行 这样你就没有浪费 千万不要有一个愿 千万不要有一个无奈 心生有外遇 这感情就是这样啊 这样是佛法三宝加持 让我可以更认真的 守八万在家 甚至可以考虑出家 不用让人回家 你看多好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懂得转化 所以世间的一切都是苦 那是转化为佛法的助援 慈悲的助援 这样就没有浪费人生啊 本来就去给 不要他领金啊 但是借贾修真 借众生才可以成佛嘛 所以众生的种种相 让你去了解种种法 所以众生无边 烦恼无尽 我们才可以法门无量的 学习帮助众生 不然你没办法成佛 好 现在大家去点灯 点灯 你要先走的也可以 然后我们最后会笑在八度 谢谢大家 更谢谢所有义工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我是山京总医院院长蔡建松 防疫期间 许多民众选择餐点外送 代替外出用餐 提醒外送员及业者 落实以下防疫措施 首付彼此健康安全 第一 外送员应每日早晚量测体温 做好个人健康自主管理 如有发烧 呼吸道症状 应立即就医 并回报业者 第二 外送工作期间 应随身携带清洁及消毒用品 加强保温带及车辆等物品的清洁消毒 第三 取送餐时应全程佩戴口罩 并建议佩戴具有党风面罩的安全帽 最后 鼓励民众使用无接触取送餐服务 以信用卡线上支付 并以外送员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职场防疫你我用心 食品外送大家安心